大家好,政教论坛,第二节 这一节回来,一如既旺,我们去讲主日学,耶利米书 我们选读一两段经文,还有两次,除了今次,还有下一次 这次选读的经文,是讲到耶利米的苦难 耶利米的苦难,其实是来自于什么呢? 他收到上帝的命令,他在劝寒 即是说,他已经说明了 犹太人在面对巴比伦的压迫,你信从就有命 你去勇武抗争反抗,你就死得更快 他就说这件事,蛤?民族尊严来的啊 香港人的尊严啊,怎么可以迅从共产党和北京的啊? 香港人曾经威过,江辉过,怎么可以 向北边的势力下跪呢?那样 咦,在说这件事 那时候的社会呢,有很多人就吹嘘,鼓舞 因为可能那些人民就自然就说,喂,他们红羞绿眼 他讲普通话,我讲广东话 我都听不明白他说什么 你要我去讲,讲他那些以前,他们这些讲普通话的人 直接地底泥,哇,现在,哇,都升了 我妒忌他,我不能抵得他 是不是?他们这些低賤的人,为什么会突然上位呢? 以前说英文最威,我学了这么多年英文,是不是? 那现在他们,英文一句都不懂,但是他呢,就高高在上了 是不是? 就是呢 犹太人呢,对巴比伦人呢,有没有那么大的自尊呢,就另一回事 不过犹太人呢,的而且一个呢 就不喜欢呢,就臣服巴比伦 所以呢,在国内呢,很多假先知的兴起 就鼓舞他们呢,去打仗 勇舞,抗争,这样 总之就反抗异族,时代革命啦 是不是啊 那可能有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什么都来了 是不是啊 又要干服又大了,是不是啊 那所以呢,其实就很难搞 但是上帝,给个命令 跟那时候的潮流 是相反的 那潮流就叫你,抗争嘛 勇舞嘛 而利米的说话 是叫人,你投降 你无谓的反抗 你只能找死 也都事实上是对的 人家那时候是巴比伦帝国的实力 比你犹大强无数倍 等于现在中国大陆 对比于中国香港 实力就差大了你无数倍 你搞这么多东西呢 是找死的 你们说中国崩溃 就说也不崩溃 你说巴比伦崩溃,巴比伦是几十年后才崩溃 当然啦 写了《圣经》的时代 巴比伦是真的几十年后才崩溃 我不是说北京会崩溃 我没这个意思 我没说大陆会崩溃 但是呢 如果你用历史比较来说 他们犹太人 就是耶利米 他是给了一个概念 巴比伦几十年后会崩溃的了 到时候会好些的了 那你现在抗争来做什么呢 那你现在抗争来做什么呢 那 反过来我对中国我真的 我看不到中国崩溃的形势 他的科技 那种人力物力 那种组织力 面对疫情那种 那种封城那种组织力 物流能力 真的没得比 我看不到中国 未来几十年会有什么崩溃 这回事 可能 耶利米看到 巴比伦几十年后会崩溃 因为耶利米有语言 耶利米有语言的 耶利米25章那里有语言 但是 耶利米预言70年后 都不知道是什么世代 现在呢 如果我是一个耶利米 我是一个现代香港的耶利米 我真的看不到大陆70年后会崩溃 百多二百年后 我暂时看不到任何迹象 中国会崩溃 中国大陆会崩溃 北京政权会崩溃 我看不到 对不起 比较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段耶利米苦难的经文 他就差不多死了 当然有一些经卷 表达他在那个状况之下的哀鸣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三十八章 耶利米书三十八章我会和大家读六节 他说马坦的儿子 士法提亚 巴斯护尔的儿子基大利 士利米亚的儿子尤格 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护尔 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 其实前面这四个名字是一些兇手 这四个人听到耶利米说了一些话 之后就有点不妥的 很生气 所以这四个人会迫害耶利米 所以这四个人的名字 写耶利米的作者 耶利米书的作者应该就是巴陆 替耶利米记载他的时迹 记下他的说话 他父亲叫什么名字 他父亲叫什么名字 他父亲叫巴斯护尔的 那他父亲叫巴斯护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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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耶利米就讲一些话 第二节 耶路华如此说 住在城里 即耶路撒女 必遭刀劫 饥荒 瘟疫而死 即是说你留在这儿守城的 一定是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你散水反而不用死 哇 这样真的和皇帝作对 是的 但出去归航 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 哇 叫人家说到名投降 人家要有武抗争 他叫到名人家投降 哇 简直是 哇 简直是共谍啦 或者是 就是巴蝶 巴比伦的间谍啦 就是以自己的命为略物必得存活 也要说 如此说 这城必要交出在巴比伦王的军队的手中 他必攻取这城 于是首领对王说 即这四个人对王说 求你将这人自死 因为他向城里静下的兵丁和众文说这样的话 使他们的手法远 这人不是求 这百姓的平安 乃是叫他们受灾祸 即是如果投降 就不一定是受灾祸的 但现在他们这帮勇武派觉得 向巴比伦投降 就是会受灾害 他们这些勇武派 投降可能会受灾害的 普通人民是不会的 西帝国家王说 他在你们手中 无论何事 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 勇武派现在已经控制了皇帝了 他们就拿着耶利米 下在哈米纳儿子 马基雅的奴育女 那奴育在护卫兵的远中 他们用城纸将耶利米系下去 奴育女没有水 只有淤泥 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 第六节就说 他们扔他进监狱 奴育监狱 这个监狱就不是很大型的 总之可能是 好像香港那样 大馆 在中环大馆 可能监狱不是很多人 但是那时候警署啊 各种东西 在现在做估计的大馆里面 监狱啊 警署啊 什么都一脚踢的 在半山里面 里面有一些囚 就是 一些囚禁室 现代术语 但原来耶利米不是 扔在监狼里面困 这么简单 而是扔到屎坑里面 即是说 他们可能监狱里面有个洞 洞呢 就可能是烤井 那井没水的了 扔耶利米在洞里面 那些人倒屎倒尿 扔到洞里面 耶利米就扔到屎坑里面 就由得他自身自灭 那个故事呢 其实就是后来有很多的 反复 耶利米是有人送食物给他 他最后没有自身自灭的 没有死到 不过耶利米就在市坑里面 勾了一段时间 你想想 如果耶利米是间谍 怎么会到处告诉别人 我是间谍呢 那不是一个 香港 即是那些 假先知 美国佬好定啊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萧若元就说 拿了些钱去 去投资美股 那样 那些这样的人 没有人干预他的 那他煽动些人呢 他说中国崩溃呢 那些人都很信的 是不是 耶利米 如果是 是一个 是巴比伦的间谍 他在一个孤立无门的地方 他就大 他就发声 叫人民 喂 你们是不够打的啦 投降啦 你真是不够打嘛 后来历史都证明 最后耶路撒冷里面的人民 是真是不够打的 但是那时候要叛逆巴比伦的人 就是这四个领袖 刚才这四个名字很侵 不重复叫 这四个领袖 他们叫 他们不喜欢耶利米这样的劝行 就迫害他 甚至要杀他 扔他到屎坑 但是问题耶利米这个人是一个KOL 他有影响力的 大家就说他平时没有做事的 他只是分析一个政治形势 他不看好国家而已 但是完全是在一个城里面躲起来 他都没有接触巴比伦的人 怎么做巴比伦的间谍 他只是一个政治分析员而已 他说收到上帝的感动 说了一些信息 那个信息就等于现在的政治评论员咯 他不看好这个抗争 他叫人不要勉强 他只是以事论事而已 看不到他 他两袖清风 看不到他加肥屋润 耶利米甚至没有娶老婆 如果你看头二十五章 有说他没有娶老婆的东西 一个两袖清风的人 没有见他收到巴比伦的赏金 他只能在一个勇武派当道的城市 叫人不要勇武 何其大勇气啊 在一个社会里面 有160万人支持勇武抗争的时候 你去出声叫人说 喂 不要这样啦 接着你面对打压 不过呢 事实上我没有办法去 把我自己比较耶利米 因为我真的没有生命危险 对吧 我躲在家里 网上吹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代做耶利米容易些 嗯 是啊 不过呢 说真的那句 在我现在理念里面呢 我真的不抗拒做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真的很厉害 就是说真的那句 你要香港独立 就是我觉得这些是法梦 你要港东独立都要做梦啦 是不是啊 就是我又觉得 喂 人家意大利 人家西班牙 有自己的国家 都要放弃自己的货币 黏下去要加入欧罗 变成了欧盟 变成了一个联邦 统控下这些国家 虽然不汤不水 但是呢 就走不掉 因为欧盟走不掉的 人家 人家有自己的语言 是不是 就是西班牙话 跟法文不通的 跟德文不通的 但是西班牙 意大利 这么大的国家 都要加入欧盟 放弃自己的货币的主权 我们呢 广东人 根本就走不掉 就是共产党的手里面 走不掉呢 整个大中华这个结构 中国呢 也都不会对你 事实上呢 中国不是对港东差的 甚至你说中国是不是对香港差 我都不觉得是差 那可能的比较就是这样了 巴比伦呢 恶形恶相 是纯相暴力的 就是他们勇武抗争 不想在别人下面 之下生活呢 某个程度上不是完全不合理 不过你真的实力有限 反过香港形势 和可恩时的圣经的形势 是有点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就是 喂 被认为是巴比伦那个北京政权 他哪里叫做 粗暴无礼 他还在供应些水呀 供应些粮食给你 是不是 是你香港人自己害自己 那些地产商压迫你们香港人 是你的公务员自己的坏 有钱都不仅仅你们香港人 我就看不到大陆政府 怎样迫害香港人 你搞什么时代革命 光伏香港 你应该反的是 反香港的公务员的结构 你应该反香港的权贵 地产商 那我就觉得你有吉士了 但是呢 说回耶利米 他在一个 他两袖清风 无义无缕 无筋无银的情况下 他够胆 可能他又没有包袱 他就够胆说一些说话 就叫人 你们根本没有能力反抗巴比伦 你们应该投降 但是那时候 社会的权贵和领袖 不喜欢听 迫害他 他被扔进淤泥里面 俗语说就是屎坑里面 生命随时 面对危机 我们看另一段经文 看耶利米 的故事 耶利米 他用什么方法 献行呢 很多很有趣的方法 譬如说 他在群众面前 就拿着一个 一个木的 一个压 这个木压 就是等于 那些囚犯 就是可能有一块木 扣着手和头 一块东西扣着它 就代表你坐牢了 失去了自由了 接着呢 在这个木压里 他做一些群众里面 做一些 的 drama 他吸引群众就是说 喂 犹太人 将会被巴比伦努略的了 譬如说 第五节 先知耶利米 当着祭司 及站在圣殿里的 中文 对先知哈利尼亚说 阿门 冤耶和华如此行 就是说 哈拿尼亚 哈拿尼亚说些假话 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抗争 将会打赢的 但是 耶利米就说 喂 如果你们真的 耶和华真的敢行 就好了 冤耶和华如此行 就是说 就是 被巴 犹太人打赢巴比伦 冤耶和华的成就 你所预言的话 将耶和华 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老去巴比伦的人 带回此地 然而我向你和众文的耳中所说的话 你应当听 从古以来 在你我以前的先知 向多国和大邦说而言 轮到争战灾和瘟疫的事 先知 这些预言的平安 到话与成就的时候 人便知道他真是七夜和华所猜来的 如果 一个先知 说一些好的预言 譬如说 打胜仗 或者 国家加肥屋润 这些预言是必须要成就的 第十节 于是 先知 于是先知 哈利尼亚 将耶利米 颈上的颜 取下来 截断 那 就是说 其实哈利尼亚就说 喂 耶利米警告他 喂 你说的那些东西 如果不对现 你是假先知 因为你预言的东西是平安的说话 或者是打胜仗的说话 或者是打胜仗的说话 一些刺的预言 即是一刺笑 好的东西一定要中的 如果好的东西不中 那你就真的是假先知 耶利米 就背着颗 这样说 哈利尼亚就打断他 接着呢 十二节 先知哈利尼亚 把先知耶利米 颈上的颜 颊 颊断以后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 说 你去告诉哈利尼亚 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 截断木颊 却换来 铁颊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可以将铁颊 加在这些角的颈项上 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 尼布格尼撒王 他们总要服侍他 我也把田地和酒壽给他 于是先知耶利米 对 先知哈利尼亚说 哈利尼亚你当庭 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 你警示百姓倚靠方言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叫你去世 你今年必死 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 这样先知哈利尼亚当年七月 奸奏死了 一个先知呢 他说这些说话呢 是有需要靈的 耶利米他真了 他愿意哈拿尼亚这个假先知 是会死的 哈拿尼亚就死了 他愿意识列要亡国 以色列亡了国 他愿意识列想争夺木铦 耶和华感动他 跟以色列人说 你不要木铦就变铁铁铦 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些说话人民不喜欢听 耶利米坚持说 如果香港有很多群众 他有160万 他说要时代革命啊 他们坚持香港要倒乱 他说中国崩溃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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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会崩溃 我以前的节目 告诉大家 是美国会爆 美国会崩溃 其实呢 谁是假先知 蕭若元就是假先知 蕭若元就是现代的哈拿尼亚 他说美国我们要拿完港币 转去买美债美股 现在就出事了 美国就崩溃给你看 我说中国不会崩溃 不要搞那么多 你搞完 中国不死就搞到香港 现在这次是不是告诉你们 我是真先知啊 当然啦 我做真先知 我会被打压 给YouTube 如果我在街上 我会怎么缩缩缩缩缩 是不是 我做真先知 当然啦 但是 我受的代价是少 当年耶利米受的代价是大 每个社会 有一些真先知的KOL 有些假先知的KOL 我们需要分别 当教会站在港台上的那个是假先知 叫你时代革命 干复香港 可达地方 不再是神的地 是魔鬼一炒 他们说抵抗共产党是对的 是绝对公义 那 共产党爱民如子 他没有引爆疫情 最初可能地方官做得不好 湖北的地方官做得不好 中央管理之后 哇 雷利风行 一个多月的时间 疫情由大爆发到现在剩下十多 每日只有十单八单的进象 还有很多是外地输入 你看到西方呢 他们就草奸人命 大家不用戴口罩的 特朗普这样说 整个欧洲的政治领袖全部说 不用戴口罩 因为他们没有口罩 如果鼓励人民戴口罩 只会人民罵政府 所以他们就不理人的死活 喂 你不戴 用完职气的口罩 拿布遮住中间夹着一张纸巾也好 你只是想着自己 要想着群众 哦 哦是 中了 特朗普说 会痊愈的 大部分人都会痊愈的 但是痊愈的 会痊愈的 会痊愈的功能 没有了两三成啊 有这些例子啊 可能要用长一点的时间 痊愈了 出院了 但可能搞整年的肺 都没有了两三成功能啊 走两步弃喘啊 一个政权 认为人民的生命与健康的安全 为至上的话 是不可以说这些大话的 我见到过去的那几月 大陆政府 可以尽量爱护人民的 虽然是专制一点的 现在要把疫情打压下来 西方说的民主 自由 病毒自由 就出入了 老实实 我真的说 我真的感觉不到 那些叫你去反共产党的人 是真先知的 共产党可能跟你说的说话 不合听 他说普通话的 是不是 你觉得他的样子很老套 又不是 又专制又独裁 就是这样 你觉得民主自由很好吗 你问一下 现在在瘟疫杀到来 那些民主自由 救不救到你 我见到他独裁 就救到人民 对不起 这是我见到的东西 你不合听 我也是这么说的 可能未时 第二时 这个独裁政权 可能 可能会有什么事情 走得不好 这个世界里面有些坏的独裁 是有的 他转坏了 我都可能会骂 到时可能我没命都不定 共产党变差的话 我变了要攻击他 我都会攻击 我答应大家 但如果共产党没有变坏 我就劝大家 现在不要反抗他 何必自取滅亡 先说这么多